辛普森一家有多好吃 竟化生成瓜果蔬菜 可惜他们的种子太小 连沙发都上不去 一家人跌落汗 终于爬了上去 没想到猴沫被狗子叼走 这时教授拿出变大药水 将一家人强行催熟 还不忘给猴沫多失些肥料 辛普森一家搞得比例失衡 大人小孩竟互换了身份 在太阳的光合作用下 一家人终于恢复往日的样貌 巴特却没少吃土 现在谁都会种辛普森 前提是要有他们的种子 最容易养的是土豆 浇点水还能长出头发 猴沫那两根毛太强劲了 这堆杂草竟是辛普森一家 修剪后才能看到轮廓 马基给家人做晚饭 没想到竟有广告乱入 被他用吸尘器给吸走 这还没完 橄榄球广告也偷溜进来 马基用杀虫剂灭了他们 突然更多的广告出现 接着把探员钉在冰箱上 豪斯一生最惨 被放进微波炉里 越狱二人组下个拔腿就跑 辛普森一家化身海妖 竟要时刻守护宝藏 地面上的身体都是气泡 一戳就破 有时会被做成发条玩具 上前后自动行走 变成罪犯也是常有的事 主要看导演的心情 玩卡钉车是一家人的罪爱 他们的技术已达到王者段位 抢沙发并不只有辛普森 还有他们家洞里的小老鼠 客厅莫名出现一个筛子 竟是向水道口 把周围的一切都吸了进去 他们的人生就像大富翁游戏 猴沫选择不上大学 当选择结婚时有了马鸡 他们的无测师把萝卜 生出了巴克 猴沫还是不长记性 又多了个丽莎 没防护的他一重赞重 又多了个卖鸡 在选工作时 上帝给了他一份烂工作 人到中年后早早出顶 紧接着变胖 又成为了酒鬼 房子被银行抵押 做了第三次心脏手术 最终连车子都只能卖掉 他们不行跳到沙发上 幸好一家人还能在一起 没想到 身后有死神等着他 在这边